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Q秀 今天我们节目呢 邀请到一位真的很特别的来宾 这个顶着营养学硕士的这个光环呢 可是呢 他却爱上了呢 很多的这个日本料理哦 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做这个好吃的寿司 不只好吃 而且还好看 非常非常的cute 待会就知道了 我们欢迎如燕 如燕你好 谢谢厨娘 大家好 我是如燕 今天他要带来的这个寿司呢 我觉得不是只有小朋友喜欢 我们现在就来看了 今天如燕呢 要给大家介绍两道 非常有造型的 一个是欢乐圣诞寿司 但是不是只有圣诞节 平常你就会让小朋友 对你非常的仰慕 然后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的这个圣诞寿司 要怎么做 那我们今天设计的这个呢 就是欢乐圣诞的一个野餐盒呢 是 其实真的平常 不是只有大人 像我在家里 因为我一个三岁的小孩 我就让他一起跟我一起做 所以在家里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小朋友 你不用特别要买任何道具 什么寿司的竹脸啊什么 只要靠你的双手 是吗 那我改让我们来这个手套 首先我们先请厨娘的 把这个采鱼片 因为我们是做 全部倒进去吗 对 不会错 你大概先倒一半 你看我差一点 就大手大脚的 把它全部都放下去了 倒一半 因为我们的迷路呢 它主要是因为它身上有 像有没有 咖啡色的颜色 它的毛 所以我们就用采鱼 是 然后你帮它拌一拌呢 它就算现在干干的 等一下就会吸了半的 所以它的湿气就可能 那我这边做圣诞老公公 我们都知道圣诞老公公白胡子 所以我就用一般白的寿司来做 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的怎么办呢 我这支迷路还没生出来 对 你的迷路呢 你现在已经揉得非常均匀了 我们就把它做成 压扁吗 对 做成像汉堡一样 但是是要椭圆形的样子 要椭圆形的样子 它有点厚度 那圣诞老公公呢 就做成水滴形的样子 怎么圣诞老公公就要那么可爱 迷路就好像要做得这样 扁扁的跟那个汉堡一样 你等一下做出来 很多人就知道 它绝对是圣诞老公公 可爱的一万费 OK 反正他们两个都是最佳搭档 真的 没错 好 这样的椭圆可以吗 老师 可以 好 很好 非常好 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大概是要做 像这个样子的样子 大概厚度要一点三楼 厚度其实没有特别一定要怎样 但是我们大概是这样子的形状 为什么是做这样子 跟圣诞老公公不一样 因为这是圣诞老公公的头 但是这是整支迷路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帮它打领结做耳朵 就要麻烦你了 我们的这个迷路非常的紳士 还要打领结 OK 好 那我这边就要麻烦橱梁做领结 那我们就用蟹味棒 红色的皮的部分 是 来做领结 怎么做呢 我最不会打蝴蝶结了 不会是叫我打蝴蝶结吧 不会不会不会 这样太刁难了 把它放上去就好了吗 但是这样也太粗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剥皮 那您就像我一样 因为我要做圣诞老公公的帽子 是红色的嘛 那一样我们就是把它 因为这样比较不好操作 那我就先把手套拿起来 这手套其实 为什么要手套 或是因为它坏黏在手上 那其他因为我们刚刚有洗手了 那我们就直接帮它剥皮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了 您把它剥细细的一条 然后放在这中间做领 细细一条 嗯 可是断掉了耶 没关掉它没关系 就可以接起来 因为它还是一样的色 好 好 那再来就是一个兼具的任务了 我相信您也一定可以克服的 你看老师都先鼓励我 反正长得丑也没关系 它一定会帮我补救 这个它又要干嘛了 那我们先放在上面 我们有了领 有了领结了 当然就要给它做小小可爱的啾啾 嗯 好 把它压下去好 然后放在这个接缝的中间 那老师现在做的是 这个啾啾好可爱哦 现在老公呢 放在中间 对 那很棒很棒 拍拍手 我自己也可以自己拍拍手 大家跟小朋友一起做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 其实他们小朋友还有更多创意 那之后呢 就要麻烦您帮他做眼睛 眼睛眼睛在哪里 眼睛呢 我们就用葡萄搬 好 原来麋鹿的眼睛是这种 激黄的颜色 是 好 眼睛要长在头顶上 都可以 我们是发挥创意 假如跟小朋友一起做寿司的时候 其实我会建议 不要给他一个制式说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那样 好啦 我的麋鹿是非常无辜的 好可爱哦 我要把它长得有点下垂 好 没问题 很像很无辜的样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 有没有觉得它少了一个麋鹿 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个吗 它的脚 嗯 老师知道你可能会觉得很痛 麋鹿的脚还是 所以老师已经先帮我 把麋鹿的脚先用 是 没好了 嗯 我们是用那个哈豆 对 这样就好了 看你喜欢怎么装啊 然后老师今天为了让你觉得 我的麋鹿呢 是小巧可爱 日本的 他最喜欢这些了 对 对 就麻烦您把它移到他的右边 我好不容易排好耶 那这耳朵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起来 对不起啊 麋鹿 我们先把耳朵摘下来 那老师呢就要来做他的帽子 一个那个边缘的部分 好 麋鹿完成了 麋鹿完成了 那麋鹿呢 感觉有点 没有鼻子 那我们就要麻烦初娘 帮我们帮他做鼻子 所以我们要切一个薄片的部分 薄片的部分 对 家里脚有包 再用小一点的 对 看你喜欢哪一边 好 好 麋鹿完成 麋鹿完成了 在那老公公也要一起进入 他的可爱的小便当盒 那我们就呢 我们这里有烫好的花椰菜 因为小朋友其实很不喜欢吃青菜 人家小孩也是 所以我就做这种造型的便当 然后放了很多菜 所以就要把青菜当作圣诞树吗 没错 营养均衡也是很重要的 不是只有造型 对啦 而且说真的啦 素质那么多 日本人其实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玉子烧 对 玉子烧 对 然后再来呢 既然您手脚比我快 那我就要给你一个任务了 怎么每次都要出任务 这个年纪还给我出任务 你可以的 Mission impossible 绝对给它完成 好 这个呢 真的这个是高操的任务 连老师都常常会做不出来 圣诞老公公的胡子 圣诞老公公的胡子 对 我们就用这个起司片 然后帮它做出胡子 大概是这样子 一半 你可以帮它剪波浪 圣诞老公公的胡子剪波浪 很好 很棒 然后再来呢 眼睛 对 但是呢 还有一个圣诞老公公 有一个大鼻子 我这个胡子好像已经要把它蒙著 蒙面霞了 它的大鼻子怎么办 我们就用番茄 因为这个壁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个番茄 因为它的不是夹子 它不是成龙 要稍微 老师有做饭 我们大概切稍微这样子 你看 你把它这个胖胖的头 这边切掉 好 这个小一点的 好 那我们就放在它上面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帮它做眼睛跟嘴巴 那日本其实 日本真的很多这种小东西 妈妈们就是直接 就压一压就好了 是哦 这样子眼睛就出来了 真的 你试试看看 这很神奇 但不是这样压 不然是怎么压 这里有个缝 好 把它塞进去 是 没错 很好 秘诀在这里 对 有诀窍的 要塞到底哦 这个 塞到底 是 好 你仔细看下面 就有了 对不对 天啊 有胡子 有眼睛 还有嘴巴 什么都有 好可爱 那我们就用牙签 嗯 然后把它弄上去 老师也希望呢 小朋友的营养均好 好 圣诞树 对啊 我们就给它做造型 您猜这是什么 小丸子 我不是看美感 我是看这边有个洞 我就给它塞进去了 对 很好 这样很好 小朋友也是可以这样子 该不会还有东西 要放上去吧 老师 我们再来呢 已经塞不进去了 我觉得它已经要爆掉了 真的 可是我们你看这旁边还是 有点黑黑的地方吗 不行 所以 你觉得这样就 这样就看起来 空洞 还有什么可以塞的吗 还有啊 我已经看不出来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塞 有 我们刚刚还有番茄 你可以把番茄塞在这下面 这样子 小朋友 要出去野餐的时候 带出去才不会因为空空的 然后就会胃 同时告诉圣诞老公 有沒有 就挡回头去 其实它最主要是怕 要固定 要固定 对 所以它们最常用的就是 例如说小番茄 或者我们有一些 玉米 烫好的玉米笋 蔬菜啊 我觉得都是很合适 就把它塞进去就对了 对 这边呢 这是老师特别准备的 我们台灣不是有 有时候会 你可以做一些寒天洞啊 什么 自己压形状 就可以当星星 星星月亮太阳 对啊 你只要用那个 寒天或洋菜的话 它也不会融化 嗯 所以我们就完成 终于 好 对 我们今天呢 不是只有这个 圣诞老公公 我们还有一个 冬方味的 我们来一点 大家猜猜猜看 我们下一道的这个寿司 会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下期待 再见 再见